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把柏拉图的理想国放到一边去 我们先放一放 谈读书的事情 我要讲一讲我开始民主化运动的常识 我首先纠正一个上一次讲的错误 我曾经在上一集的节目中讲到 中国人是起源于非洲大裂谷 六万年前的直立人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正确的科学认证的是 六万年前的晚期制人 在这里跟大家道个歉 学业不经 那么今天我开始讲我和秦先生的一些故事 秦先生是谁呢 他是秦永敏 应该说在我们的艺人士这个范围里面 都是基本上都是非常尊敬这位先生 他在老你度过的时间 基本上是他人生的一半 他的坐牢时间是超过了曼德拉 那么我也是因为16年这个季 对不起12年12月16日祭奠 林昭的这个事情和秦先生联系上了 因为当时来了三位武汉公民 其中一位理性女士 他就把我推荐给秦永敏先生那边了 我们当时是用QQ联系的 那我们就交流了 交流之后我就觉得这位先生不简单 跟我以前见过的所有的所谓的网络民 都不同 一是他有理念 第二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做民主化的实践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他的一些背景 包括他93年提出的一个和平现象 这个是现在在民主界里称为是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纲领的第一部分 然后98年由于他组建中国民主党 并担任民主党联合主席之一 被判刑12年 他一直到2010年12月才出来 所以我在他出狱的两年之后 跟他联系上了 也是非常巧合的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聊了很多 包括我的论知背景 包括我的行为 他非常敬佩林昭 他说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基点林昭 但是我想秦宏敏怎么可能跟林昭这两个人碰到一起 这两个人基本上是概念性的人物 这个在共产党统治下 秦宏敏基点林昭那是一件大事 但是我去跟他真正去合作 去做公民团队的是 2013年的3月份的事情 是3月13号我们启动了 向习近平写了一份公开信 开始征求和平转型意见书 这个东西我们网站上都有 我们开始征集签名 才开始是十几个 然后几十个 然后一百六个 到秦先生被抓的那段时间 我们最多是两千五百个人 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 我们暂停了签名活动 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人决定的事情 因为现在签名是极大的风险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这个风险是怎样来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下 中国政治环境的一种 侧向的体面了 说明中国已经容不下 任何温和的声音了 因为我们的转型理念是什么 我在这边跟大家练一下 我们转型理念只有十六个字 就是秦先生提出来的 和平转型的纲领性的十六个字 全民和解 人权至上 良性互动 和平转型 这个共产党都不能接受 所以这次活动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后来的演绎了 秦先生又回到了他的老革命根据地 又去共产党的监狱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还有几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2013年的429 2013年的429是临遭诞成 对不起 临遭罹难45周年 因为是一个五吧 很多全国很多公民都来了 包括纪念领导发起者 唐精灵律师他也来了 我们在明天山下面会面了 包括很多公民 包括全国各地都有 最远的从黑龙家 从海南都有 然后 包括广东的一位小伙子 叫黄温勋他没有钱 他一路举了一个牌子 光明中国情 他跟着货车司机从广州 坐到了苏州 黄子我们称他 很勇敢的一个年轻人 我们在明天山上 我们聊了 我问唐女士 唐女士说 你怎么昨天没来 我说我昨天已经被传话了 28号晚上我已经被传话了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年轻人 我当天晚上就被带走了 关了4小时 关了这个30号 快到29号 快结束了 晚上才放出来 我是28号晚上带走的 29号晚上才放出来 然后我拿了一个拘留 刑事拘留的东西 给他看 非法集会 涉嫌非法集会 唐女士说 你这个蛮重的 是刑事传话 我说我现在只能这样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了吧 唐先生说 以后的话会越来越紧 但他回去不久以后 他也深陷领域啊 我们一直到前两天才出来 429当天 就今年429当天 他才出来 那么从13年开始 我就开始和他 和这个秦先生开始合作 开始做这个玫瑰团队 我们开始征集前面 首先是在公民权重 但是签名还是需要身份证和电话号码的 实名而且 就必须你要支持我们的理念才行 我们开始从几个人 是几个人到最后 到我们暂停停止这个签名的时候 是2500个人 因为现在国内环境 已经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要对大家负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玫瑰团队的一些活动 那么下一集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中国人权观察的一个注册 谢谢各位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